好 我们先点到这一个 因为这个要显现答案 我们要在这个键公式 好 用我们的Sung If 来 那我们开始做了 请各位看一下 第一栏 苹果的总销售量 所以要把苹果筛选出来 那苹果是在哪一个栏位呢 苹果就是在我们的产品的栏位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到产品这个栏位来 好看到了哈 产品在这边 我们在第一栏啊 就去把产品的范围选进来 好选进来了 然后呢因为 因为 等一下呢 我做完第一格的时候 他也跟我三格 对不对 分别求的是苹果香蕉葡萄嘛 那我做完第一格 我会往下拉两格嘛 把公式复制下去嘛 因为我要复制公式下去的 所以呢 这个范围就要把它锁起来 不锁的话呢 他会随着我的公式往下复制 就是他的范围会跑掉 所以要把它锁起来 OK 第二栏点一下呢 条件就是苹果嘛 你要去找一个有苹果的把它点进来 或者直接打苹果两个字当条件也可以哦 但是记得前后要用双颗包起来 好 那我现在呢 就直接去找一格 有苹果的格子把它点进来就好 苹果 有 在上面这边随便找一个点进来 好 啊 这一格呢 基本上 等一下呢 往下拉的时候啊 这一格呢 改公式的时候就把它改掉了 所以第二栏呢 其实呢 你锁不锁没差 就不用锁了 因为等一下就被改掉了 所以这个呢 你就把它选进来就好 第三栏是加总的栏位 加总就是销售量 销售量在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把销售量的范围选进来 好 那一样跟第一栏的情况一样 所以我呢 要把它锁起来 好 哎呦 只锁到前面 好 这样子我们要把它选起来 看看那 好 通通要把它锁起来 这边 好 前面后面这范围都要锁起来 好 因为呢 我公式往下复制的时候 它的范围不可以跑掉 好 OK了 我们到这里 好 了解一下这三个栏位的意义之后 好 那么我们就把它确定 好 所以它做法其实跟上面都一样 只是选到的范围不一样而已 现在呢 我们要把第一格往下拉两格下来 好 那你看一下了 我们要开始改一下第二格的公式 所以当我点到第二格的时候 也就是香蕉的这一格 我们去按插入函数把它打开来 来同学 我们要改哪里 对 第一跟第三都不用改 他们都没有变 只是改第二而已 把第二栏的条件改成谁 OK 香蕉对不对 去吧 找一个有香蕉的格子把它点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按确定 59 OK 再来第三栏点一下 去改一下公式 好 第一栏跟第三栏都不用改 来 就是把中间这栏悬起来 啊 删掉以后去改 这是要谁啊 看一下 忘记了 看一下 哦葡萄哦葡萄哈 这次要换葡萄 来 找一个有葡萄的 葡萄葡萄葡萄在这边 把它点进来 找一个有葡萄的格子把它点进来 啊按确定就可以了 啊你看 这样子改完公式 就是数量就出来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大陆的话呢 也是一样 大陆的话呢 都跟上面的做法通通都相同 只是选到的栏位不同 好 那我们这直接呢 请各位把它完成就好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 他说 在2004年3月1号之前的 总销售量 他给你一个日期 好各位记住之前啊 之前哈 之前就是小于他的意思 之前啊 就是小于这一天的意思 之后就是大于这一天的意思 所以条件呢 哦 在3月1号之前 条件就是小于 看你要不要含那一天啊 如果你要含那一天 那就是小于等于 哦小于等于 3月1号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条件哦 来我们开始打了 好 开始来把它完成 在2004年3月1号以前的总销售量 好 来我们做一次 那么呢 我们用这个sumif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 第一栏 第一栏呢 就是我们的日期 日期 所以我们去找到日期 好在这边 请各位第一栏 把日期的范围选起来 好啊一样 请你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要锁 因为他还有下一格 还有下一格要做啊 我等一下第一格做好 我要把公司复制下来啊 好 所以他的范围不可以跑掉 第二栏才是重点 来各位请看 第二栏他要求 3月1号以前 所以条件就是小于 看你要不要包含那一天 如果要要包含那一天 那就是打上等于 2004年的3月1号 好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打完整 包括年月日都要出来 好了以后到第三栏 这样子呢 让他自动产生啊 让他自动产生啊 这一个双0号 好在3月1号以前 那就是小于 如果要包含3月1号那一天 那就是打上等于 小于等于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条件是这个意思 好第三栏呢 是总销售量 所以请各位去把总销售量的范围选进来 销售量哦 不是销售总额 是销售量 好一样锁起来 好答案啊 100箱 100 好了以后 按住右下角往下拉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改底下的公式咯 点到底下这一格 我们到插入函数点一下 哦 他要几月几号 我看一下 接下来是 3月15 好了我们看一下 之后 之后 所以是大于 那你看一下 你要不要等于那一天 那一天包不包含那一天 如果你觉得要 要含那一天 那你就打上等于 不含的话 你等于就不要打上去 哦 2004年的3月几号 15 大于这一天 就是比他大 就是之后 好了所以呢 这个条件 哦 改一下条件就好 上面那一栏 下面那一栏 通通都不用改 只要改中间就可以了 哦 看一下如果没有答等于的话 应该答案就不一样了 哦 一样哦 那代表没有这一天 哦 所以有差没差没差 有没有等于没差 好 ok 按确定 哦 107 好 所以 他 各位未来 如果你们再看到 在条件上面 如果几天 几月几号以前 那就是小于这一天的意思 如果是几月几号以后 后 他的代表数字一定大于这一天 哦 就是大于哦 这一天 那要不要等于 那就看你们自己当下 或是当下 他那个题目有没有要求 哦 这样子 好以上哦 这是我们第一题的一个情况 哦 好那大陆的销售总额就交给各位了啦 哈 因为他的做法跟上面都一样啊 都一样 只是呢范围不同而已啊 啊 所以我想我们就交给各位做了哈 哦 那如果你自己做好了 请你看一下下一题好不好 下一题的话呢 哦 那么他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让各位更加的熟练而已啦 所以题目呢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哪一个 就是 一样几月几号之前吗 哪一个 对啊 哦 好没关系 等一下我讲一下这一题 那我第二题哈 我们先停一下 第二题呢 我们就停个五分钟 请各位把第二题先做一下 那第二题呢 我就针对于这个日期的部分 我们再做一次给各位看啊 针对日期的部分 在七月二十五号以前的总销售量 还有八月十五号以后的总销售量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次哈 那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下下 好不好 前面是写超 成十六 哈 什么去 哦 我看一下他不对吗 哎 2004年 哦 看一下 他只是三 那个什么 那个格式设定的不一样啊 格式设定的不同啊 哦 吓一跳 但是他上面的体质还是2004年啊 嘿 他体质还是2004年 所以是不会影响到啦 他只是呢 显示的值 哦 不太一样而已 等一下我们还是做一次好了 还是做一次 好 这是第二题的部分 哦 因为呢 题目是用2004年 但是我们这日期是用民国的 哦 用民国的哦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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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